在世界扑克派松 那么台湾的近几年表现很亮眼 被选为是亚洲最佳选手的Raymond 闯出名号之后 甚至在许多地方开班授课 而另外一位选手侠客 为了实践理想 辞退了之前电脑工程师的稳定职业 直接搬到了澳门定居 虽然参加扑克赛 投资报酬率比起之前 甘领薪水还要高 但他们说 必须要不断的勤奠排挤 杜绝赌博相关的诱惑 才能成为真正的专业好手 带着我们来到常去的餐厅 招牌上挂的就是台湾美食 挖一个鲁肉饭 鲁肉饭 对 然后再一个芋花签 忘不了家乡滋味 远赴澳门征战 夺下亚洲最佳选手头衔 来自台湾的Raymond 为了德州扑克付出了全部心血 扑克时期不是你想的那么花天酒地 如果你想花天酒地的话 你就会进来一年 然后你就会一年之后你就走 态度就是职业选手最重要的本钱 同样也是来自台湾 杂克不只辞退了电脑工程师的工作 更直接搬到了澳门 比较大钱的 比较大钱的 像威尼斯吗 威尼斯啊 永利啊 每一天都像这样 从租屋处赶到比赛会场 不放过任何一场赛事 平均每个月二十万元的收入 让他跃升成为扑克且行星 因为老一辈的人都会觉得 这应该是就像赌博一样 不是很正当的职业 证明我在这一块还可以做得不错 忍受孤独还得前列排进 两位扑克队的台湾之光 在一国奋斗 要继续角逐更高荣誉 中天新闻 继续欢迎嘉珍澳门 最后报道